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作过程当中不要忘了拍照发泡圈 让朋友们看到你心灵手巧的一面 下面让我们开始吧 打开飞机盒 首先看到的是桌垫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磕豆尺 之后凉馅会用到哦 在开始之前将桌垫铺好 防止桌面受到损伤 工具包 材料包 打开材料包之后 先拿出我们的数字编号贴 把编号按照皮料编号表贴在皮上面 以便后面区分 注意四号皮是有两张的哦 五号皮注意区分一下 一共是有四张的 六号皮也是有四张 怎么区分五六号皮呢 首先直接从皮的这个直角去看 五号皮这个整个角都是直的 六号皮这边整一个角都是圆的 而且六号皮的这个角比五号皮的这个角是稍微小一点点的哦 这里注意不要搞错了 五六号皮的区分一定要分清楚哦 七号皮也是有两张的 贴完皮料数字贴之后来区分一下皮料的正反面 首先看孔位 这边的孔位比较光滑而且比较大 背面的孔位比较小而且是没有这么光滑的哦 区分完皮料的正反面 我会用做包的第一个步骤来教你学会缝包的四个基础步骤 凉线穿针缝线收尾 学会这四个基础步骤 后面所有的缝线都是按照这几个步骤来操作就可以了 这个包包的第一个步骤是分别把两张五号皮 这样子层叠缝中间这一段线段 这里一共需要缝两段 缝这个位置所需要的纳线长度 取五号皮这一段直线的三倍 也就相当于40厘米长 比如这样比一下是一倍 以此类推数三倍 第一个步骤一共是有四张五号皮 四张六号皮也是同样的缝制方法的 所以这个位置你一共可以取四段 40厘米长度的一个纳线 五六号皮量线的长度是一样的哦 量好线之后穿针我们所使用的缝线方法是双针缝法 所以线的两头都需要穿上针的哦 先把一头线穿过针眼 然后拉出一小段 用指甲把线摁在桌子上 针尖直接从线的中间扎过去 短线往上一提 拉紧长线 短线稍微往后一扯 这样子就完成一头穿针了 另外一边同样的方法操作哦 这样就完成穿针了 穿好针之后就可以开始缝线 首先把两张五号皮层叠在一起 拿手指摁住 针从第一个孔位穿过去 两边的线分配的一样长 下方的针从旁边第二个孔位向前穿 穿上来之后 把线摆到下方的一个角度 拿手指摁住 上方的针再从第二个孔位向下穿 完成一次交叉之后 拉紧一下两条线 后面所有的缝线都是重复这个步骤 下面的针向前穿 摆向同一个方向 拿手指摁住 上方的针再向下穿 一定要注意 下面这根针上来的时候 摆线的方向一定要统一哦 比如你习惯摆向下面 你就一直摆向下面 你习惯摆向上面 就一直摆向上面 摆线的方向统一 缝出来的线剂才会工整好看哦 缝完所有孔位 直接往缝过的地方 倒回去缝两针收尾 注意这里收尾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线剂 缝成是一个等于号 这样子线剂才会更加的美观哦 缝完之后 把两根线都留在皮底这一边 这一根线我会教你怎么使用502胶水收尾 这一根线我会教你怎么使用打火机收尾 因为打火机我们没有办法游记 所以需要你自己准备一下 如果你用打火机收尾的话 就两根线都同样的操作方法就可以了 首先我来教你怎么使用502收尾 在使用502之前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标的小盖子 或者卡片之类的 因为502胶水是不可以直接对着皮操作的 所以我们要先准备一个小容器 把胶水先滴在外边 如果胶水大量的粘在了皮上 是清洁不掉的 所以一定要少量多次的使用哦 把502胶水滴出来之后 先拿灯或者牙签 沾取一点502 少量多次涂在要减掉蜡的线结上面 旁边的孔位也稍微的带一带 沾一点点上去就可以了 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使用哦 等502稍稍干了之后 我们再减断蜡 注意这里的蜡要剪得干净一点 这个线结可以稍微的摁一摁平 这个就是502的收尾方法 如果你一直都是用502胶水收尾的话呢 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方法 把蜡剪干净就可以了 如果是用打火机收尾的话 剪断蜡的时候 稍微留2到3毫米左右长度的一个蜡 拿出打火机把火调到最小的一个力度 用火的边缘轻轻的靠近线结 把线结压下去即可 注意一定要轻轻靠近哦 如果说一下子靠近的话呢 可能会把皮跟线都烧到 烧完之后把线结摁平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使用打火机收尾 就两边都同样的方法操作就可以了 这里缝线的四个基础步骤 我们就学完咯 后面所有的缝线都是按照 这四个基础步骤来操作的 下面我们把另外两张5号皮 也按照同样的方法给它缝制好 这里缝完所有孔位倒缝两张收尾 把这个线结缝成是一个等于号 然后两根线都留在皮底这一边 用502收尾的话呢 就先把胶水涂在线结上面 等稍微干了之后再剪断蜡线 用打火机收尾就直接剪断线结 留2到3毫米左右的一个线结 再打火轻轻的把它压下去就可以了 好的 这两张5号皮也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的这4张6号皮 也是按照前面同样的缝线方法去操作 注意这里也是直接这张皮叠着这张皮 这里都是正面的哈 不要搞错了 然后用双针缝法 把这个位置给它缝好 缝完所有孔位直接往回倒缝两针收尾 用打火机或者502收尾就可以了 这里缝完之后 我们把剩下的两张6号皮也给它缝好 好 6号皮也缝完之后呢 那么5 6号皮这4个组件就全部制作完成了 下一个步骤 把2号皮缝制在1号皮的正面对应位置上 缝这一整圈线段 缝这一整圈线段所需要的拉线长度 取2号皮这一段直线的8倍 也就相当于180厘米长 两号线插好针就可以按照双针缝法开始缝线咯 缝完所有孔位往回倒缝两针收尾 然后把两根线都留在皮底 剪断拉线之后 拿打火机固定线结就可以了 收尾之后 这个步骤就制作完成了 下一个步骤需要把1号皮 3号皮4号皮以及5号皮缝制在一起 缝线位置为这一圈线段 那么缝制这一段线段所需要的拉线长度 取1号皮这一段直线的11倍 也就相当于285厘米长 两好线穿好针 先看一下成品 先把3号皮缝在1号皮的背面对应位置上 3号皮对好孔位之后 第一个孔位是需要空出来单独锁针的 其次缝到下边的时候 就要加上4号皮 以及我们的5号皮了 这个位置需要翻出来包缝 这是缝好的样子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操作 两好线穿好针之后 先把3号皮缝上去 最好孔位第一个孔位单独留出来锁针哦 缝到下边这里的时候呢 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去做一个反缝包缝 来这里第一针穿过去之后 两面的线分配的一样长 双针缝法 下面的针从旁边第二个孔位向上穿 上面的针再向下穿 完成交叉之后拉紧线 好缝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再往前缝两针 缝到凸起小圆角这一针 就是一共往前再缝两针 缝完之后把皮翻过来 翻到正面这边 这里我们需要加上5号皮一起缝制 注意5号皮的正面 对贴的是1号皮的正面 从孔位这里可以区分 背面的孔位是比较小 而且是没有这么光滑圆润的 背面朝上 往前再缝多两个孔位 这里就有一个大孔 缝到这个大孔的时候需要加上4号皮一起缝制 我们先把这两个孔位缝完 再具体看一下怎么把4号皮加上去 注意这里皮的正反一定不要对错咯 5号皮的正面对贴的是1号皮的正面 缝完这两个孔位拿出4号皮 待会我们对皮的时候需要把4号皮前面这两个孔位对折下去 折下去之后再把这张皮再折一下 折成这个样子 然后再夹在1号皮跟5号皮的中间这样夹进去 注意这里对皮的时候一定不要搞错咯 如果一次性不好捏的话呢 你可以一层皮一层皮的穿过去哈 这里还剩下一个5号皮 好拉紧之后呢 后面也是一样按照交叉缝法去缝制 注意这里对皮的时候一定不要搞错了咯 如果这里一次性穿6层皮不好穿的话呢 就可以像我这样子 一层一层的穿过去就可以了 反正最后再拉紧线 这个皮比较软 不需要拉得太大力哈 只要拉紧就可以了 缝完这里这两针 后面这些孔位就是4层皮一起缝咯 缝完所有孔位也是一样 到缝两针收尾就可以了 这里的操作可以稍微慢一点点 缝到这里 记得把前面的这两个孔位 折叠下去一起缝制咯 这里孔位千万不要数错了 注意这里缝完两针之后 底下这里还有一张三号皮要一起连接上去的哦 缝剩最后一个孔位是锁针孔 直接拿下面这个针 然后向上穿 穿上来绕完这个孔之后再向下穿 这样这里就是完成一针单独的锁针 再往回给它倒缝三针收尾 因为这里呢是肩带受力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给它倒缝三针加固一下 倒缝完之后 剪断腊线拿打火机固定线结收尾 这一个步骤就制作完成了 缝好线之后 我们需要把五号皮给它往里面翻一下 把这个圆角给它顶出来 然后捏一下边缘 调整一下形状 缝好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下一个步骤需要把六号皮缝制在五号皮的正面对应位置上 这里对皮的方式注意看一下 六号皮的正面对的是五号皮的正面 这样子对贴上去的 这里皮的正反一定要区分好哦 这里是缝 里面这一圈内圈线的 那么缝这一段内圈线 所需要的腊线长度 取这一段直线的八倍长度 也就相当于200厘米长 量好线穿好针就可以开始缝线咯 来注意看一下这里怎么操作 这里第一针起针的时候是需要锁边的 先把针穿过第一个孔位 两边的线分配的一样长 随便拿一根针绕过上方 这里我们直接拿下方的这一根针 也就是在前面的这根针哈 绕过上方 从第一个孔位圆孔位穿过去 这里给它锁两针 这样子绕一个小圈圈 就锁成了一针 再绕一圈 注意一定要绕过上方 缝过来哦 这里就形成了两针锁针了 后面按照正常的缝线方法 缝完它 缝到最后一个孔位的时候 也是一样 需要锁两针 再到缝收尾哦 缝完所有孔位 我们拿到这一根针 从上方绕过去锁两针 锁完边之后再收尾哦 直接倒缝两针收尾 固定好线结 线结收完之后 这个步骤也制作完成了 下一个步骤 拿出四号皮 五号皮 以及八号皮 把这三张皮缝制在一起 是缝这一整圈线段 缝这一整圈线段 所需要的蜡线长度 取这一段直线的十倍 也就相当于265厘米长 量好线穿好针之后 先来看一下成品的样子 它跟后边这一边一样 也是需要包边翻过来的 先看一下成品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怎么操作 首先八号皮区分一下正反面哦 可以从这个搭扣这里区分 底底 它是这样子一个圆着的 这里是正面 五号皮对贴上去的时候 依然是五号皮的正面 对贴着八号皮的正面 注意这里正反一定不要搞错咯 五号皮的正面 对贴的是八号皮的正面 五号皮呢 就是这个位置是直角的这一张 五号皮跟八号皮的第三个孔位 也是大孔 这个大孔呢 缝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需要把四号皮折叠一下 再折叠一下 加进去一起缝制 跟前面我们缝一号皮的时候 是一样的操作方法的 两号线穿好针之后 这里第一针需要锁边 锁两针 先把针穿过第一个孔位 两边的线分配的一样长 拿到下方的这一根针 从这个边边这里绕上去 从第一个孔位 圆孔位穿下去 形成一个小圈圈锁针 这里锁两针哦 缝完所有孔位的时候 收尾也是需要锁针锁两针之后 再到缝收尾 缝到第三个孔位的时候 加上四号皮一起缝制 因为这里一共是要穿过六层皮 所以先一层一层的穿 穿过去之后 再把五号皮带上 缝到剩下 这里四个孔位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把这个四号皮 给它折进去哦 就是距离大孔 还有两个孔的时候 缝完所有孔位之后 先锁两针 再到缝三针收尾 注意这里要到缝三针收尾哦 把线穿在同一边 剪断拉线 拿打火机固定一下线结 再把包包这个皮边 就是五号皮 把它给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再把这个边缘 也就是四号皮 把它给顶一下 整理一下 然后这个步骤就制作完成咯 下一个步骤 分别把六号皮 两张七号皮 以及八号皮组件 缝制在一起 是缝里面这一圈线段 缝里面这一圈线段 所需要的拉线长度 取六号皮 这一段直线的九倍 也就相当于两百四十厘米长 量好线穿好针之后 来看一下具体怎么操作 先看一下这是成品缝制好的样子 外面这里是八号皮组件 中间这两张是七号皮 这里这一张是六号皮 两张七号皮夹着 一张五号皮跟一张六号皮的边边 把中间的这一段线段 也就是下方的这一小段线段 给它缝制起来 所以开头跟结尾 这里都需要锁针锁两针咯 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 首先先把一张七号皮 给它对贴在八号皮组件 也就是五号皮的里面 所以这里对皮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下 这一边是皮底 可以从孔位这边区分 孔位比较小的这边是底面 孔位比较大的这边是正面 底面贴着五号皮 把六号皮对上去 这里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六号皮的正面 贴的是五号皮的正面 所以这里不要搞错咯 七号皮加上去的时候 这边是正面 对面是反面 孔位比较小的 这一面朝下 然后一起缝起来 最后再确认一遍 首先这里是五号皮 五号皮这里是正面 这一张是六号皮 六号皮这里也是正面 这两个正面贴的正面 两张七号皮是皮底 对着皮底的 这里千万不要对错咯 两口线穿好针之后 来先锁针 把针穿入第一个孔位 取上方的这根针 绕过下面 从第一个孔位 圆孔位穿过去 这里需要锁两针 锁好针之后 就可以正常缝线了 缝完所有孔位 这里需要锁两针 然后呢 再倒缝收尾 把线都穿到同一边 点到垃线 拿到火机固定就可以了 这个步骤就制作完成了 下一步分别把两张六号皮组件 也就是八号皮 跟一号皮组件 给它缝制在一起 叠上去之后呢 缝最边边的这一段线段 缝这一段线段 所需要的垃线长度 取这一段直线的八倍 也就相当于210厘米长 量好线穿好针 就可以开始缝线咯 然后这里直接给它 对叠在一起就可以了 开头这一针呢 需要锁两针 加固 再去缝下面的线段 结尾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先锁两针 再倒缝收尾 好 量好线穿好针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缝线咯 所以第一针这里呢 需要锁两针 缝完所有孔位之后 先锁两针 再倒缝收尾 缝完尾之后 整个包包就制作完成咯 拿出肩带 从包盖里面 左右两边给它穿过去 按照自己需要的长度 调节一下 整个包包就制作完成咯 同志完成咯 你做的包包一定非常棒 快分享到朋友圈吧 推荐给身边喜欢手工的朋友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